瑞芳区自来水污染事件作业赔偿 上周发放领取通知单等文件在今天开始收件 龙山里里长陈志强就说 上周以来问题不断 包括房东和房客间的纠纷 以及综合赔偿认定的标准 都收到不少民众的陈情 自来水赔偿事宜在上星期19日公告发放作业 发放领取通知书等文件 今日开始收件 为了服务里民 龙山里里长已经在提早上星期 在礼办公处设置服务台 只要民众有疑问 就直接给予协助 并一次完成收件程序 省去民众来回往返的时间 哪一钱呢 1719 你这种龙江你收好了吗 390 对 最紧 水泉半水泉 你这种又给你们听人 还是怎样给你们办得好吗 对 有感觉怎样 你这种很用心吗 对 有一个新闻才算 对吧 服务很周到啊 服务很周到啊 因为人类比较早 基本上我们在上礼拜一收到这个通知单发放之后 以及收到造册我们就跟我们的里民通知 其实他收到之后他就可以来开始办理 那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要提前作业 让公所以及自在学这边提早发放 那当然这还是配合自在学公司的进度 里长陈志强说 里内很多长者看到文件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填写 所以他干脆在里办设置服务台 只要民众有问题 他就帮忙一次办到好 所以目前龙山里已经完成一半的收件数 至于居住的这些事实的问题也发生了一些状况 比如说房东跟房客的协调问题 那这个用水仁这个补偿的这个部分 到底是要补偿给房东还是房客 那我想这个部分因为没有明确的定义 所以基本上那这个也产生房东跟房客的纠纷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说 有关于自在学公司对于那五千块综合补偿金的问题 那基本上没有领到钱 甚至是这个基本度数不超过 所谓自在学公司的补偿范围内的 那基本上很多里民都提出遗议 以及写上陈情书 另外里长也提到综合赔偿金 赔偿认定等问题 让很多民众无法认同 对此局长表示 民众可以依程序填写评情书 自在学公司将依个案处理 藉成为瑞芳采访报导